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读书 他说他只想谈谈个人对读书的意见 并不想要训绵青年 不想的原因有两者 第一 孟子曰 人之患再好为人师 要想战国的土豪猎身 亦必好训绵当时的青年 所以激起孟子这样不平的话 第二 是读书没有什么可以训绵 世上会读书的人都是书拿起来自己会读 不会读书的人亦不曾因为指导而变得会读 比如说数学 在今日 他所想谈的是自由的看书读书 无论是在校 离校 做教员 做学生 做商人 做政客闲时的读书 这种的读书 所以开茅色 除笔件 得心知 增学问 广事件 养性灵 人之出身都是好学好问 这些长成 受种种的俗见俗闻所避 毛孔骨节 若有一层包膜 失了聪明 逐渐顽复 读书便是将此层闭色聪明的包膜剥下 能将此层剥下 才是读书人 而谁是气质与你相近的先贤 只有你知道 也无需人家知道 更无人能勉强 你找到这样一位作家 自会一见如故